在科布爾機場 一名美軍單手從家長手中 拎住鐵欄外的嬰孩 這段親子被迫骨肉分離的影片 讓民眾看了不經比算 不過美國國防部證實 該名嬰兒在受家屬捕托 被帶往醫院治療後 已與父親團聚 不過在塔利班攻佔阿富幹之後 民眾紛紛出逃 機場外仍是一片混亂 槍聲四起 各國紛紛派軍協助 撤離外交與當地人員 美軍也派出三架 氣努克式直升機 首度在機場外的範圍 成功救出169名美國人 尤其是空間的位置 在一段短的時間 在一段短的距離 我們軍隊都能夠外出 撤離他們 帶他們進去 儘管美國表示 目前已經撤出約一萬三千人 在喀布爾當地的記者拉特菲 形容機場外 仍有大量的阿富汗民眾與美軍 正與塔利班對峙的混亂情形 所以現在是這個情況 正在駛航空間 有百分之家 女、孩子、孩子 在那裡等待 美國正在告訴 塔利班人不讓人進去 所以塔利班人在撤離飛撞 當人們在隔離 是一個很瘋狂的情況 沒有任何人 能夠正確控制 新唐人亞太電視 唐傑恩 整理報導 小島 網站 高等 小島 網站 網站 沙 海 海